我告诉你 我真的看不惯你们这些小男孩 这种低三下四的样子 别忘了 你是个爷们 你是个警察 周队 我 有话说是吗 行 说 我听着 说吧 周队 整容医院的事 是我的事我认错 但 但您后面的话 我保留我的开放 保 行 您保留 没问题 这样 陆浩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 认真地思考一下 等你想清楚了再说 好吗 还有 就你现在这个情绪啊 也没心思上班 就算在这里上班呢 也影响大家的工作情绪 明白了吗 回去吧 周队 您要听我指啊 好 大概这个意思吧 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 好 好 周队 许完了 陆浩呢 让他回去了 反省反省 刘峰 那个 整容医院那边 明天早上你去一趟 好 周队 你说陆浩这小子吧 他平时上的小关就适不适 有时候我也挺不上官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他这工作机器性挺高啊 您看了 什么什么脏活 累活 骨活 都往自己身上肚弄了 这挺好的 是吧 很难得 不 不过今天啊 他确实不在状态 我都看出来了 但您说 干咱们这行的 这个 成天精神紧绷的 偶尔开个小差 你们要想点别的事 就正常 可以理解 我是觉得吧 您就是骂了他两句 出出气就得了 您说您这 回来了 辛苦了啊 怎么样 好家伙 找了一下我 眼睛都看瞎了我这是 好家伙 吃这儿吧 嗯 坐 哎 邪老 还真是包娜呢 你说 他会不会是双胞胎啊 哎 老吴唐 你这个思路不错呀 不错什么呀 包娜娜的家庭情绪 我查得很清楚 独生女 绝对没问题 那也许就有问题呢 刘峰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说 你 你看这种 这种邪性的情况 这包娜娜有一个 孪生的姐姐 或男生妹妹 不很正常吗 不可能 所以她家庭关系 还得在查 行了 别 别说了啊 老吴 你怎么看 我觉得刘峰说的 有一定的道理啊 应该顺着这个线索呢 继续查下去 对 当然了 小陈工作很努力 还是很有成绩的 那 我也这个意思 陈一 老吴 麻烦你们两个人 再接再厉 任何一个细节 都不能放过 放心 是 刘峰 刀 还是那个刚才说的啊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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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 女神 什么女神 就你现在这个情绪啊 也没心思上班 就算在这里上班 也影响大家的工作情绪 明白了吧 回去